谢谢张召汉医师治好的病 然后也感谢志工们的协助 让我的病也能够完全的痊愈 那基本上是30年前 大概在民国73年的时候 我的皮肤因着虫咬伤 然后有一个叮咬的伤疤 但是很奇怪 它就是一直不会好 所以那时候很自然就会想说 去看皮肤科 那希望我的皮肤能够得到控制 那事实上它的确是控制 但是它就是反复发作 的确就是好不了 那就很顺从的听医生的指示之后 它的确有好转 就是它就被控制在两只小腿 那两只小腿就是还在流汤 可是其他部分就好了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出门了 可以出门就是还是得要穿裤子 还是就是这几十年来 从我民国73年发病到 几乎是到今年 就是中间都没有办法穿裙子 因为就是两只脚都一直在流汤 连穿袜子都没有办法 冬天也是得要穿拖鞋 7月的时候经由母亲的介绍 来就认识原始点 来原始点这边治疗 那因为就是说也搞不清楚状况 那所以就刚开始有很多错误的尝试 到了9月我才真正的每天三次 然后每次一小时用姜汁温敷我的脚 然后姜一天一斤 然后早晚各一晚来做内热源的供应 然后温敷的话 这个暖暖包可以包在这个丝巾里面 然后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我就是上面放三四包暖暖包 然后用长的丝巾 然后包裹我的臀部把它绑起来 达到24小时都能够温敷 那还有它的运动 就是每天爬楼梯 因为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我尽量让我的脚能够多运动 运动到出汗 然后就是休息一下 有机会就再走楼梯 那休息的话 就是有空就休息 有空就睡觉 所以基本上在复原的过程中 时间是需要付出的 在生病之前 就是痊愈之前 我穿破五件裤子 因为我的裤子一定要很柔软 一定要就是够长 因为它如果太短 会露出不好看的伤口 现在呢 就是可以穿漂亮的裤子 可以穿裙子 可以穿袜子 可以穿丝袜 就是整个人都比较光鲜 而且可以打扮 而且有心情也愉快 心情起来就是愿意去 愿意去买衣服 要不然我这几十年 我也其实几乎都没有买衣服 因为穿来穿去 就是那几件很舒服的衣服 然后而且你去试穿的时候 人家看到你的脚在流汤 人家也不 店员也不希望你试穿他的衣服 所以我就不喜欢逛街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就是跟正常人 就是说可以到处去买衣服 然后穿自己想要的衣服 那接下来就是 我可以省下好多的时间 做家事照顾小孩 我不用再让家人 就是来照顾我 我可以照顾别人 那另外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可以就是 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我不用被人家服务 我可以服务他人 所以我就参加张兆瀚的 志工的行列 然后也顺利通过考试 成为正式的志工 所以这些都是生病前 跟生病以后很大的落差 那希望以后 也有更多生病的朋友 能够经过张兆瀚原始点 跟我一样可以完全没有副作用的 康复 然后还可以起来当志工 服务更多的生病的朋友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